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白松露之所以那麼民族珍貴 就是因為它產量非常的稀少 而且白松露它本身越大它是越稀有的 今年白松露又特別特別的稀有 我們品嘗白松露 通常白松露就是餐桌上的一個主角 我們主要是要品嘗它的香氣 香氣越濃郁越珍貴 我們透過很濃郁的魚高湯 輕描淡寫的來烹調魚跟海鮮 讓這個原本就是主角的一個白松露 能夠更增添風味跟鮮度 這個櫻桃鴨的部分 低溫烹調 讓鴨肉本身就是這個甜味的釋放 以及主要是要維持保持這個鴨肉的軟嫩度 來跟白松露做搭配 其實白松露呢基本上它的鹿菜 它的重點是在化融點睛 它就是在任何的不管是海鮮肉品的食材上面 它就是現刨刨上去 像一般正常的話 如果你一道白松露的泡餐料理 大概可以刨到大概四克左右 那白松露基本上我們欣賞它的部分 其實不是以鹿菜為主 它是以香氛香氣 那真正新鮮好的白松露 它的味道呢其實聞起來 就有一點像是像起司的味道 我們今天所看到的這個400克左右的白松露 它的喊價已經被喊到超過25萬 它這個香氣是那天我們那個盒子一打開的時候 哇那個白松露的氣味在整個空間就是濃郁的散發著 然後你一聞到那個味道 你只要聞過一次之後 基本上你就無法忘懷那個味道 其實我覺得它的氣味比口感更濃郁 所以你一定要先首先先好好聞它的味道 然後放進口中的時候 你絕對要細細品嘗 為什麼呢 它就是越嚼越有香氣 越嚼越有味道 很特別的一個食材跟口感 然後我覺得我跟朋友都形容它是 雖然外表長的其貌不一樣 但是裡面卻藏著精靈般的奇幻 sales نا 現場 剛才看中 聊天 你